第2149集 主记者扑得一声大口磕血 他横飞出去 并且哗啦啦的响声发出 灵魏下方露出铁链 锁着供奉的灵魏 残破的阴沉电雨隆隆轰鸣 主记者嘶吼 基地若有损 诸天都不复存在 他遭受了重创 伤及到自己生命于大盗的本源 他与此地息息相关 几乎绑在了一起被束缚 基地严重影响着他自身的一切 女帝的身影消失了 化成一道光束 将某个灵魏激烈出一道可怕的口子 你敢如此 主记者嘶吼 像是充满了怨愤 有无边的怒意 然后他开口威胁 要毁掉阳间 并且他探出一只手掌 要跨过朱天 向阳间那里探去 这时朦胧的死桥对岸 浮现出一道出尘的身影 再次出击 他打出了一道法印 竟然化成了他自己 之前那个身影 也是这样打出的 攻紧记地 现在他的真身不断催动 一记法印 一道身影 迅速而霸气的打出 其法身看起来神圣而飘渺 超然又绝尘 凌空而去 他写无边伟丽 举世无匹 不可抵挡 这一次 他的法身在记地前 就挡住了主记者 并且死桥对岸 那真身结法印不错 接连打出了数道身影 那几道身影合一 哄的一声爆响 打穿上舱 落向某一地 打迁世界 全面崩坏了 主记者震怒 他才要对杨坚出手 可多一方更慎 直接下了狠手 针对灰色一族 某片领地轰了一击 隔着朱天 打穿上舱 那浩瀚能量 直接落在那片领地中 将灰色族群 一只抹杀干净 这绝对震撼人间 让整片古史颤利 有人正在诸事间 打穿上舱 杀上舱某一只族群 太涉人了 主记者大怒 带着无边能量 催动记地接近了 我才懂了念头 你就付出行动 灭我族一个小分支 杀 世界仿佛在崩溃 天地倒旋 时间长河混乱了 祭地要进现实中 然而 女帝早就做好了准备 法印一记接着一记 全部打进了那祭地中 划成树道身影 仿佛都有他真身的力量 他不再杀主记者 而是直接对灵魏下手 要彻底毁了他们 在剧烈的大爆炸声中 宇宙开辟 天地毁灭 混沌 沸腾 打千世界都要回归原点了 祭地中发生了极其可怕的事情 有的灵魏裂开了 有朦胧的古官仿佛被影响 要从未明之地归于现实中 要以祭地为跳板 主记者惊悚 不断以真邪未养 然后急速向着女帝那里冲去 我断了你的死桥 绝了你的归路 主记者跨过万界 脉步走过藏坑 逼近死桥 要断女帝的归途 只是当她临近这里后 感受到了无边的杀意 还有蓬勃的生命力 女帝那里竟有一股莫测的引力 要将祭地与主记者牵引到对岸 并且这个时候 女帝第一次开口了 只有一个字 虽然音质很好听 但却带着无边的杀意 让陆进及生灵都寒彻骨髓 这时 哭的一声 主记者竟突然的四分五裂 祭地中的灵魏都拔地而起 所有的阴沉电雨 都暴碎了 伴着幽艳声 低语声 哭泣声 几口古怪一起浮现出来 本黄的 神啊 这是要杀至高无敌的生物了吗 狗黄嗷的一声大叫 他虽然看不到 但是却有一种感觉 似有一件震惊万古的大事件 要发生了 难说 纵然要杀 也要不断地斩首再斩首 当杀个十万八千年 九道一悠悠说道 义父经验很老道的样子 狗黄义父看怪物的样子 看着他 你还是人吗 太残忍了 杀人都要杀个十万八千年 便是内陆晋级生物 恐怕都要被杀的心理阴影 面积无穷大吧 大千世纪 无数宇宙 皆若尘埃般各自悬浮 等汇聚在一起后 如同沧海 他恢弘而浩大 星际转动 乾坤崩塌 也不过是弹直刹那间的生灭 微不足道 这种伪力 卷动古史 惊涛拍击未来低暗 所有这些都是女帝出手间所牵动的宇宙生灭 大千世纪的兴衰更迭 宛若一幅斑驳的历史古卷 徐徐展开 可是 这壮阔的画面 磅礴的图景 又有几人可欣赏 可看到 难以用言语描述 但却真实发生了 到了这种层次 连对敌都无人可见 难觅同路者 不要说知音 就是陌生人都难见 无人可相谈 路径便真的是 人生之际 孤独无人相伴 女帝洁白晶莹的手掌中 宇宙开辟 与生灭不尽 塔束缚祭地 牵引主记者 要将之拘禁到死桥的对岸 惊天动地 这可谓是影响了古今未来的一场巨变 我们好像忘记了一些事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两届战场前 连狗黄这个层次的生物都在震撼 惊悚了 他觉得自己忘记了一些旧事 记忆似都被改变了 一切都是因为女帝的战斗 涉足大因果 搅动了奔腾咆哮的时光大河 影响到了现世中 九道一嘀吼了一声沙 而后他略显迷茫 有些不明所以 过了很长时间 他才醒悟过来 那个白衣女帝 她在杀主记者 狗黄也很快地回过神来 某些模糊下去的记忆又复苏 是了 女帝 苏仙在上本皇在下 这太疯狂了 至高级生物都要被人斩掉狗头了 呸 是斩掉诡异首级了 太可怕了 一场大战 该遇到了古今未来的稳定 连我等存在的意义 都让人怀疑了 腐尸颤声说道 而后他大吼 呼叫主魂 嚷嚷着速速归来 他也想要变得更强 这一战 不会真的要涉足数万年 乃至十万年吧 楚风严重怀疑 在旁问道 正常来说 即便神通广大 战力无敌盖世 可想要将一个至高级生物彻底杀死 纵然是耗费数十万年光阴 也属正常 但这 的确影响到了诸天 九道一无比严肃 一道鲜光滑过 太璀璨了 也太绚烂了 照亮了整片阳间 也照耀到了诸天万界每一个角落 整个大势 这个时代所有人都看到了 女帝飞仙光束惊动古今 让时间长河随她的身体而舞 跟着共鸣起伏 她映照在诸天间 这是人们最后一次见到女帝 就此后 对于众生来说 她再也不可见 最后的回首 死桥对岸 那个白衣烈烈的女子 牵引记地远去